桃园市大西区间庙161年历史的内炸仁安宫主寺玄坛元帅赵公民 地方人称内炸庙 香火鼎盛 庙方庆城三朝元教委员会明天到8日举办仁安宫三朝齐安元教典礼 但是最近印制元教齐安DM传单要求信众元金每户平均3000元以上 赠送 使杯克制 平安登一队引起信众议论纷纷 杨静黎明今天下午表示 公庙收费应采个人自由乐捐不应订出基本金额 且财务花费不明 庙方人员登门以基本金额收费让信众观感不好 大西区康安理常理清洁也认为规定信众住户捐金的确不妥 他表示应写随意自由乐捐才对 毕竟神明是应由信众住户随喜自由乐捐规定金额就不好 如果写成自由乐捐3000元以上可赠送平安登一队就不会有争议 仁安宫总干事简光复表示 此事已有信众反应 庙方也与黎明信众沟通 这是宣传单印刷文字错误 造成信众误解 事实上原今任由信众自由乐捐并未强制捐金 信众黎明出不出钱都没关系 且庙方已收款完毕 也有人没出钱 是宣传文字印错引己误会 桃园市大西区内诈人安宫进城三朝期安元教 箭图展开 却因应制规定捐金收费 被信众黎明认为观感不好 引发地方争议 记者曾曾君摄影 分享桃园市大西区 内诈人安宫进城三朝期安元教展开 却因应制规定捐金收费宣传单 箭图 信众黎明认为观感不好 引发地方争议 记者曾曾君翻摄 分享桃园市大西区内诈人安宫进城三朝期安元教 箭图展开 却因应制规定捐金收费 被信众黎明认为观感不好 引起地方争议 记者曾曾君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